胡仁金快第三战,金快又是如此稳稳的拿下比赛 上半场有姆瑞开无双,各种神仙球,爆砍30分 下半场有绿门挺身而出,连续三分蛋 转眼间将气势局面一波带走 中场胡仁以108比119输给了金快 面临系列赛0比3落后 要知道NBA季后赛历史上 149次0比3落后,没有一队成功完成逆转 胡仁要想创造奇迹,绝对要把姆瑞压下来 这三场比赛完全没办法阻止姆瑞大开杀戒 让姆瑞第一截17分,半场30分,各种神仙球 Wanderbilt,手头队已经尽力防守了 但姆瑞这手感不论谁来手,都是框框入网 防守姆瑞绝不是单防问题,而是绕挡问题 周克的身形太大通常绕不过 尤其是开场Wanderbilt掉手姆瑞 一个挡拆就换成单吃点跟着肉 各种后侧步跳投,中距离抛投,三分出手 第一截开场就让姆瑞头开了,要怎么守 另一方面也是胡人进攻当机,得分追赶不上师分 第一截在半场进攻只能靠老詹低位背框单打 就知道教练已经没招了 老詹扛低位打对抗确实很有效 能自行终结,能吸怪,能助攻队友 上场43分钟,就与全能表现19投8中 砍下23分7篮板,12助攻 甚至还在第三截独秒阶段连续命中两机关剑三分蛋 终于找回了久违的三分手感 只能说老詹攻防两端已经用尽全力了 人无力回天 老詹赛后也说道 系列赛还没结束,我会持续奋斗做好准备 我的心态永远都是如此 而AD整一场诡异场的表现 本场比赛状态也早回来了 各种游戏区抛投 人下强硬灌篮,控阶爆扣 上场42分钟,就以超高效率18投11中 砍下28分18篮板2助攻 真实命中率高达65.1% 防守端甚至还盖了Zoker,摸一两季大火锅 AD表现确实无可挑剔,已经很扛了 另外这个系列赛值得鼓励的绝对是Rivs以及巴春 Rivs毫无疑问就是胡人屡次打出破口的关键人物 第二截单截15分,各种空切上篮 3分出手,快攻得分 上场40分钟,就以全能伸手10投7中 砍下全队第二高的23分7篮板5助攻一操截 孙时命中率是极为恐怖的91% 甚至还利用节奏骗起了Bruce Brown 命中了高拦度2分球 要知道Rivs这轮系列赛可是长军高达22.7分4篮板6助攻 如此精灵表现,就足以说明Rivs是能扛大赞的大场面球员 而巴春那股疯狂的好胜心,完全阻止不了他 屡次单刀直入尽快禁区,势不可挡 上场34分钟,就以12投5中 贡献13分6篮板1助攻一操截 甚至几波对位周克的防守也很精彩 人下卡位也不会卡出周克 巴春能扛周克又能狂砍分,真的很强,攻守俱佳 人在高强度的西角,搅出场均17分2.7篮板1助攻的表现 巴春真的打得够硬够坚决 总之胡人0比2开局后,又失掉本次主场 面临了0比3的绝对劣势 要想创造奇迹,首先得先守下莫莉,才有生存的机会 因为周克就算不得分,也能撤赢队友,本就难防 可惜的是D'Angelo进攻迟迟打不开 这三场系列赛场均得分只有7分 第一场8分,第二场10分,第三场3分 3分14投一中,确实挺失望的 要知道前两战D'Angelo在场上时 胡人真实胜负值4负的41 不在场上时,可是高达正30 只能说D'Angelo被打点可预期 但永远不知D'Angelo何时能爆发 另外一好消息是,第四阵8M8有望回归 HIM还存在辩证的可能性 这三场比赛下来,胡人3封线 攻守明显都好预算后卫 HIM赛后也说到 现在是0比3落后,不是0比4 我们仍然有希望 希望HIM能找到胜利方场次 让胡人创造0比3翻盘的奇迹 期待胡人接下来的表现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先聊到这边 我是金,我们下期再见吧